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步不变 我要告个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奏你的慈爱 他的诉说你的恩典 祝你们在家里蒙耶稣的救福 祝耶稣圣灵与你们同在 也保护我们大家身体健壮 好,我们就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有这种美好的机会 可以分享,可以学习你的话语 祝你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奉耶稣的名声上感恩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哥林多前书15章50到54节 圣经记假了 耶稣再来的已复活 他说,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说 血肉自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就在一眨眼间 睡眼间之间 好想为末次吹响的时候 因好想要生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要改变 这笔小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 这笔死的呢 总要成不死 所以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死啊 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这是何等奇妙的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会以基督一同活过来 永远的复活 那这个经节告诉了我们说 耶稣再来的时候呢 死去的我们的爷爷奶奶 如果信了耶稣 我们的父母亲 如果信了耶稣 要和耶稣一同复活 总要变成不死 所以我想告诉你 睡觉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不是永恒的 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 虽然我们死了 但是我们会再与耶稣一同复活 这就是耶稣 帮保我们 告诉我们 相信他之后呢 得到的益处 所以很多人说 牧师啊 你们基督徒在殡仪馆 为什么唱歌 我就笑了 我说我们唱歌不是说 我们很高兴 我们死心的奶奶 我们死心的爷爷过世 我们唱歌是赞美 创造这个世界宇宙的神 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奶奶 给了我们这么好的爷爷 给了我们这么爱我们的妈妈 给了拼命赚钱 给我们读书 养我们长大的老爸 所以我们赞美神 赐给我们这么好的长辈 这么好的家属 这么好的老人家 那我们相信 他们如果死在基督里呢 我们会与他们相逢 在帖撒罗尼加 前书第四章十三节 轮到睡了的人 我们不愿意 弟兄们不知道 恐怕你们忧伤 像那些没有脂肪的人一样 我们若信靠耶稣 而死而复活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了 神也必将他们 以耶稣一同带来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 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我们这话活着 我们这活着 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人之先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护教的声音和天师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耳耗 吹响 那在基督里 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的 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 永远的同在 所以你们 当用这些话 鼻子牵尾 你看 神的赤给我们清楚的允许 就是 我们在基督再来的复活 在基督里 所有信徒都相遇 欢喜相交 永远在一起 就算天地都废弃 立法的一点一化 一走也不能够废弃 都要成全 所以 有人说 牧师 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 我说 耶稣 讲的话 每一记 都是活着的 祂的话语是活泼的 所以 祂告诉了我们 你看 我想请问你 弟兄姊妹 哪有一个领袖 有一个宗教家 他敢告诉我们说 这个经济 隧到的人 死去的人 就说 你们不要太忧伤 因为呢 我们是有指望的人 所以 主耶稣 所讲的每一句话 撒托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 真实的 都能够带给我们人安慰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盼望 所以 他说 你要当牧师 我说 我信了主耶稣 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 都有他的意思的 我们会得到永恒的生命 为什么我不相信他呢 这个世界上 哪有人 可以告诉我们 从我们活到死 我们怎么去做人 我们怎么去做领袖 我们怎么去做家 一个爸爸 一个妈妈 全部都是在圣经教导了我们 那最后呢 他不但教导了我们 而且要保证我们 如果我们为基督徒 为基督而活 如果我们顺服神 如果我们爱主耶稣 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永恒的生命 亲爱的 两者 这个就是主耶稣 帮保我们 如果我们信他 我们跟随他 他来的那日子 将要接我们 回到他的天家 永远地活着 没有疾病 没有眼泪 没有忧伤 没有烦恼 这就是主耶稣 赐给我们的天国 好吧 我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 告诉了我们说 主啊 如果我们相信你 我们又会得到 永恒的生命 我们这个身体呢 会变成一个 不朽坏的身体 我们永远地 与你同在 谢谢你主耶稣 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救护 谢谢你的带领 我们奉耶稣的名 把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 全部都仰望 都交托在你手里 过去曾风吻游你 如今想要亲眼看见你 我的眼里充满着自己 主啊我要单单看见你 不要只风吻游你 我要亲眼看见你 不要只风吻游你 让我亲眼看见你 求你开启我被蒙蔽的眼睛 让我不要总是看到自己 我要更认识你 我要更亲近你 主啊让我今夜看见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